再来看一桩喜事 陆军司令部今天下午在桃园龙潭大汉营区举行联合婚礼 其中有一对新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而且还在同一个营区服务 非常的有缘 而整场婚礼也是相当的热闹盛大 陆军司令部庆祝黄埔建军90年24号 特别在龙潭大汉营区举行联合婚礼 168对新人中就有一对新人 都是1989年4月11号生 这样的巧合也让他们更珍惜彼此 互相认识然后开始交往 然后交往过后我们发现 我们的生日很巧在同年同月同日 然后进而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彼此的感情 就觉得他就是跟大家比起来就是非常的认真 还有另外一对新人 是帅气的原住民特战士官迎娶日记新娘 两年前彼此透过网路认识后 借由这次的庆祝活动完成终身大事 当时我老婆那时候还在日本 那我还在台湾 后来我们两个人从好朋友变成恋人的时候 我老婆最后决定留在台湾 觉得台湾的老公会不会比较体贴 很谢谢 这次的联姻由陆军司令 颜德发亲自主持 婚礼现场场面也非常盛大 展示许多陆军新式装备 还有一队搭起十二刀剑门 对表对新人诚挚的祝福与欢迎 联合爆赖优雄 桃园报导 感谢观看